中国与印度两国拥有共同边界将近2000公里 其中有超过12万平方公里区域存在领土争议 虽然中印双方原则上都同意和平解决争议 不过最近却有擦枪走火的迹象 5月31号 网络流传一段视频 在中印主权争议的办公凑湖边一条小路上 一群印度军人用棍核石头攻击中共东风猛士吉普车队 有一名中共军人被制服并且大喊救命 而其他中共军人没有下车救援 反而倒车 从画面中看到 远处可看见有一群中共军人在集结 并与印军相互扔石头 而被扎换的那辆东风猛士装甲车不断在往后退 印方军人的政机向前推进 往上盛传 中方这名商兵最终被印度军人带走 开了什么装甲车 你好意思还被人打 好意思在那儿打架 你干嘛不用枪啊 这说明中共啊 杀老百姓他敢坎克上天安门去 你这说捍卫国土 说什么这个中国的领土 一寸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喊着天响的口号 该上证的时候一个都缩头乌龟 单官也不敢下命令 那士兵也不敢开枪 中国独立学者戈壁东表示 很多懂军事的人都说 中共现在的军队是不堪一击 因为它内部已经没有信心 这样的状态下如果没有命令 没有军队 它就倒退逃跑 在情况不利的情况下 你看都是呈现这一种没有什么战友群意 去战场救援 这种基本策略都没有 他们只是一群在执行任务的机器而已 5月份以来 中国和印度就在边界发生了多次冲突 更有消息传出 中共增兵5000元进驻 中国独立学者戈壁东认为 中共当局已经摆出 陌路疯狂的战狼姿态 他摆出了一副扩张的姿态 在南海的扩张 对越南 对菲律宾 对马来西亚的一些扩张 然后在中英边界也是一种扩张 这种扩张的心态 与他最近对香港 辞职一规一致的国安法都是有关的 说到底就是中共现在已经摆出了一副战狼状态 反正这个世界就那么回事了 我是野兽 我怕谁 我是豺狼 我怕谁 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 援引军事评论员黄东表示 被击退的东风猛士多用途越野车 属于中共军方所有 中共立国后 从未见过这种 中英出动海陆空装备的对峙场面 到目前为止 中共当局只透过外交部发言 声称中英边境局势总体是稳定的 可控的 并没有对这场冲突事件发表正式声明 我在网查了半天 好像国内没报道这事 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国内的朋友 他们也知道这事 但是也没说什么 现在国内的所谓的精英 所谓的这些人 也是挺够意思的 按道理来讲的话 你应该现在该发声 你应该督促有关的当局 部门 领导 对不对 中共军员被印度军员打爆头的视频 引起不少中国网友发帖表达激愤之情 纷纷大呼耻辱 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也有大批华语用户留言 对此事件进行评论 但中共官媒只热中报道美国黑人被打死 对自己的军员被打却不吭声 网友说 我们中国人根本不在乎军员的死活 我们只关心美国黑人 军员被打 建议大家无事就好 新唐电视 陈汉 黄亦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